大家好, 又是我裝備ELO 謝謝大家支持 我這期將之前拍攝的影片 全部出清舊影片 同時見到很多師兄留言問我 你去了加拿大搞成怎樣? 有沒有回流? 現在攪拌什麼能不能攪拌? 在接下來這幾條影片 我會集中說一下 我來了這邊之後發生了什麼事 不過大家怎麼都猜不到 因為Stream B 的關係 我沒有做裝修佬做本行 而是跑去做寫字樓 當然我之前這麼辛苦考回來的電牌 並沒有浪費 我亦都繼續有接一些秘魯去做 如果第一次看我的影片的師兄 可以提醒這條影片我怎樣拿電牌 在這一方面 我會繼續在之後幾條影片 慢慢跟大家講解 先說回這次的主題 這裡沒有東西多 日照夠長 下雨夠厲害 所以植物生得超級無敵 就是貿物的 你只要不理它 一會兒 前欄後欄 和中欄 草都會生到老年那麼高 你又不可以不理它 因為如果你不理它 有人會投訴 跟冬天一樣 如果你不剷樹 一樣會被人投訴 草三天不埋五天 生到老年那麼高 你沒辦法 馬死落地走 迫著要斬它 簡直就是強制勞動 不用太擔心 看到裝備 我一定會介紹大家用好的裝備 講這個裝備之前 首先要知道這個牌子叫什麼名字 我們重溫一下 軟爛天使當年郭文輝 是怎樣讀這個牌子的朋友 I'm my Sam Speed I'm sorry Sam Speed I'm my Sam Speed Sam Speed It's S3 同一原理 如果這個是讀三speed的話 我們這個牌子是讀三高的 就這樣聽下去 就像三波的朋友 今天我要介紹這支三高的 毛燈刷Trimer 這些工具是經常用的 但每次都不是用很久 所以鋰電池是夠照的 這部型號是15吋ST1510S 它很方便 有一個鋰電即插即用 前面有一個十可伸縮的手柄 方便你拿得舒服一點 這部有什麼用呢 最主要的就是用來收鞭 那些草鞭鞭出來 雜毛亂生的話 我們就用這部型號去砍一砍 砍一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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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在那些縫隙 也會生出草仔 我們一樣可以用這個Trimer 把它剷掉 很粗っ 的 那做完收鞭之後 就要做中間 的產草工程 當然你可以用Trimer去治療 很浪費你的時間 先解釋一下 這部產草機 都是由三個推出 它跟剛才一樣 是用鋰電池去調配電 和剛才的Trimer 一樣是用同一粒電 如果你上官網 你會見到好像有很多款式 來來去去其實只有兩種 一種是會自己動的 另一種是要手動推 這部東西你不用的時候可以摺上去 也不會太壓位 實際操作是怎樣呢 我介紹給大家 其實就是一個按鈕打開 然後伸回牆 這樣就行得了 斬完後欄就斬前欄 除此之外 它有一個配件 有一個可以裝上草的袋子 如果你不想飛到周圍 你可以裝上袋子 裝上廢草的 可以把那些草碎放進去或放進去 然後就下班了 少年你實在太年輕了 你看看飛到周圍都是 那怎麼辦呢 當然要我介紹第三樣的法寶吧 最後講完這支三高的空氣炮 它530CFM的數字越大越大力 跟剛才兩件一樣 都是用同一顆鋁電的 我會建議各大家庭買回一支 夏天可以吹草 冬天可以西門吹雪 有些網上生物體說 去到外國生活很辛苦 很多家務要做 我非常之認同這一點 因為每十天八天 你真的要拿十分鐘出來處理草BB 阻礙著我吃下午茶 搞定吃碗麵 接上去把東西實發到車房 收工啦 喂大哥 開攝影機 幹嘛要拍攝一堆草 個人覺得這個三高牌子其實不錯 因為它的電量相對可靠 當我每次做十分鐘 前前後後一個夏天 其實差兩次電量已經足夠了 除此之外 這個牌子也有出鏟雪機 如果你住的地方是有下雪的 那就一流 一粒電 解決了這麼多東西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下條影片開始出發一些新的東西 講述我現在正職 以及怎樣出去秘魯 如果大家想看到這三高 怎樣運作 我會將整條影片 放在這條影片的最後 就是那一句 有什麼儘管問 懂得答一定答 謝謝收看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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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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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楽